不知不覺我們來到了秋分的節氣了 如果覺得上半年的自己賺的還不夠多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在十路大發 財運豐收的秋分的節氣 的前後三天一早做好以下的幾個事情 我們的下半年也會大豐收囉 1早睡早起 我們好的睡眠的習慣呢 可以來幫助我們身體的氣息來去做調整 那有好的身體的氣息 就可以散發出一個好的磁場 好的磁場呢 可以來幫助我們來去吸引更多的錢財進來 那當然在睡眠之前的二十分鐘 也可以來聽聽我們的水晶音樂 因為水晶音樂可以來幫助我們的大腦 來去釋放更多的阿發波 來讓我們的睡眠的品質呢 可以變得更好囉 2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喝一壺菊花茶 或者我們可以用羊柑橘的精油 因為菊科的植物 它的外表像太陽 剛好對應到的是 我們代表財富象徵的衛輪 它可以來去幫助我們 來去增加我們的財運所在 3 秋天是一個乾燥的季節 秋燥很容易讓我們頭髮乾 皮膚乾 嘴唇乾 乾巴巴的樣子 看起來很像很苦命的樣子 所以秋天的保濕補水 來讓自己的容光煥發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想我們做好這幾件事情 接下來值得讓我們期待囉 一起加油